不过很少男人不邪淫的 几乎找不到 除了这个男人怪怪的 真的 我很少碰到 因为男人这个台湾 华人都是 我带你去喝酒找女人 正常正常 老婆不在 这个是华人的特色 但是各位 忏悔了就好 如果你先生过去有邪淫 他现在忏悔了 你一定要原谅他 你不要耿耿于怀 因为正常 谁叫女人弄得那么性感 他怎么办法 所以告诉你女儿 千万不要弄得太性感 勾引男人对他不好 但这个社会已经变了 变成喜欢弄得很性感 喜欢暴露皮肤 让别人欣赏我的腿 手背 肩膀 胸部 很可怜 这个世界变了 所以各位 做个女人 你最好包头包脸包包包包包 包起来 要慈悲嘛 穿松一点 你不要紧紧的 暴露你的性感 不慈悲 不慈悲 有些人我看她来参加法会 从头紧到尾 你整个脉签 她又觉得我性感 我要让别人看到我性感 这是 如果站在世间 好像是骄傲 胸部很大 性感 站在佛教 可怜 可怜 这个很可怜 因为她允许人家起心动念 是不好的 了解吗 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各位不要故意这么做 因为我们已经修行了 懂得惭愧心了 了解吗 惭愧了 不喜欢别人看到我起的起心动念 观音菩萨性不性感 这个不用性感就够庄严 这种庄严没办法比的 世间的性感是下流的 就像一个男生 故意这个钮扣不扣 几根胸毛 这个什么好意思 你做星星 对不对 就像一个男生 你做什么 野人 因为大家都这样 六块鸡 以后做乌龟 好几块 所以各位 这个是很肤浅的 很下流的 了解吗 所以 曾经有个女人勾引我 我就拿一张相片给她看 你有她漂亮吗 赶快来看 观音菩萨 你没她漂亮 她还故意拿去看 你有她漂亮吗 你不用跟她比了 你要学她一样 学学学 世间的漂亮是不干净的 不清净的 眼睛画那么黑干嘛 做猫熊啊 是吧 没办法 眼睛小啊 苏人家会黑一点啊 有时候你想 你看你为什么笑 付钱嘛 没有必要嘛 如果你是单眼皮 你搬去韩国好了 韩国的佛像通通是单眼皮的 双眼皮还不好看 配合中国还画双眼皮的 到底佛头是单眼皮 双眼皮 我没见过也不知道 但是韩国的全部都是单眼皮的 对不对 所以脸要大大才叫佛啊 所以韩国人脸要大大 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文化 单眼皮 双眼皮 看得清楚就不错了 给你三眼皮 看不懂佛经也没用 但是人就喜欢这样比一下 我的眼睛多你0.5公分了 我的眼球比你大 还要装那个隐形眼镜 爪甲的对不对 像洋娃娃一样 请问这样有什么意思 就是爱漂亮嘛 这个就是一种我像执着 很痛苦啦 如果我会变模式 马上让你变成90岁的老阿嬤 你不用 不用比啦 释迦牟尼佛就可以 你看那个三魔女 跳舞 佛叫啪 他们恨死佛陀了 哎哟 变成丑八怪 全部都跑掉了 三魔女变成什么 香烟 鸦片 葱蒜 这三魔女发的意愿 我们要变成香烟 鸦片 葱蒜 迷惑修行人 所以修行人不能抽烟 不能吃葱蒜 韭菜 会琢磨 这是三魔女变的 因为他们被佛陀 变为老太婆以后 没送 生起了报复心 但是没办法 魔就是魔 没办法 好 所以前面三条很重要 不杀身不透透 不血淫 深夜清净 第四条 嘴巴不要骗人 大妄语 什么叫大妄语 我是观音菩萨 我可以看到你的前世 这个叫大妄语 如果有人这样讲 你赶快离开他 他会下地狱的 偏偏很多人喜欢被骗 莫名其妙 是吗 听说会看图腾 哇 几万人 天哪 我们这边只有录音机可以看 看佛像 但是各位 现在末法 不喜欢听好的 喜欢听不好的 所以叫末法 八卦人家要听 正法没人听 这个叫末法 所以敢讲这种话 就是大妄语 因为佛陀的时代 佛陀已经授记了 释迦牟尼佛 未来弥勒佛 中间没有佛 就算有也是默默的 不让人家知道 对不对 但是他不会讲自己是佛 自己有神通 陈尊很多人跟我讲神通 我说我们台湾 当基都比你厉害 神通 当基是鬼神附身 也有一点小神通 对不对 知道你昨天干嘛 潜意识干嘛 祖先有超度没超度 当基有时候都知道 对不对 因为如果他 我是认为不要问最好了 那如果要问 调查一下 他爱不要钱 他不爱钱还可以参考参考 人证神就证 对不对 人邪神一邪 贪钱了就不要 但是你要问 你不要问修行的事情 因为这个鬼神他会附身 然后他跟你讲说 祖先有没有超度 如果他证 讲了还可以参考 不究竟 但是 哦 然后你问了以后 你还帮帮一下 那可以 帮帮一下 肯定一下 但是因为你关心妈妈 有没有超度 这是一个孝顺 因为 因为华人这个传统还不错 很多正神愿意帮助别人 像魔祖 观圣帝君 但是有些人会利用他来练财 那就不好 不好 鬼神 依然是鬼神 但是有善的鬼神 他可以给你一点参考 这样可以 但是佛经还是最基本的根据 然后如果真的很困惑 拔杯很准 你去问观音菩萨 很虔诚的礼拜供养 反而好像蛮有准确的 所以不妄语 就是不要用宗教神通欺骗人 第二 也不要有世间的欺骗 不妄语 所以各位来 你要发这个愿 如果你将来要念佛诵经 讲经说法 那你一定要修这个 所以念一下 不骗人 口才好 不骂人 声音好听 唱歌好听是这个来的 不背后说是非 讲话别人喜欢听 不说奇语 没意义的话 说话会很清楚 舌头要绑安全带 所以各位要修 要修 特别各位女人 不要在家里闭得大小子 女人一生气管她天 老子骂骂骂 特别老人家在 人家的爸爸妈妈在 老人家在 做女孩子不要骂人 你骂小孩都不能在 长辈面前骂人 丈夫是天 你要骂小孩也不能在丈夫面前骂 代表你尊重人家 私底下 带到房间跟她讲讲一讲 不要公开骂人 甚至做太太的骂老公 犯戒的 佛经又说的 女人不能骂男人 男人不能欺负女人 男人要把钱交给女人管 男人不能有私房钱 女人可以有私房钱 因为女人的私房钱都是拿来照顾家里的 对不对 男人的私房钱是拿来赌博搞小三的 不一样 对不起啊 各位男人 我也做过男人 这不一样的 所以 但是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讲话不要骂人 因为你骂人 气氛就坏掉了 有话好好说 释迦牟尼佛不用骂人来说法的 释迦牟尼佛永远微笑 讲柔软语 对方很糟糕 佛陀是用柔软语劝他 你不要这么做 佛陀不是骂他 你这个杀人魔 杨洁魔人魔 佛陀不是这样做的 那他才可以度人 所以各位呢 心里不好没人知道 嘴巴不好众人知 所以你修了再好 你嘴巴不好 你不要看我现在讲话那么多 我下台都不讲话了 我不太讲话的人 我是上台变当机 我是为了弘扬风 我才讲话 我下台不讲话的人 但是我只有讲佛法 我对对方有利益的话 我不喜欢聊天聊东聊西 我不喜欢讲这个 因为讲这个就会讲到是非不好 喝咖啡讲是非 那这不好 所以各位口业要受 所以各位来 法语院将来你的声音 辩才无碍 说法无碍 念佛无碍 那菩萨道要口业清净 你的语悦轮才有功德力 你的声音听闻得解脱 要如此 所以各位尽行受 来自法语院尽未来尽 不忘语的戒律能吃佛 不但如此 要多念佛多诵经 好不好 多诵经 背一下 会背地藏经的 举手 马来西亚没半个 我们台湾很多个 会背地藏经的 那少一点好了 会背普门品的举手 鼓掌鼓掌 阿弥陀佛 背普门品 但是各位要 你要天天背给众生听 回向给他们 所以各位要 话少一点 饭吃多一点 其他的立项都拿来背经背奏 好不好 背大背奏 背妄身奏 背药师奏 背不动佛心奏 利益众生 那这样功德无量 所以大家 尽心受不忘语 第五条 叫遮戒 前面这四条 不分你是不是佛教徒 你只要做了 都会堕落伤恶道 杀身偷盗 邪淫妄语 比如说 那我不要守这条戒 我就不会犯戒 错了 你只要杀身 就会堕落伤恶道 就是因为防止自己杀身 所以故意守这个戒 让自己不敢去杀 各位要有这个观念 你千万不要说 反正我不要守 我可以继续骂 我可以继续骗 那这是你错误 这个性戒是 有没有受戒 你本性 你这样做都是不好的 都会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那遮呢 遮就是说 虽然喝酒不是坏事 但是这个喝酒一喝呢 那你就会失去意志 控制不了你的行为 那你就会杀身偷到血 就这个意思吧 叫遮戒的意思 所以各位不要喝酒 站在菩萨界更不能卖酒 就像很多人说 师傅我是吃素的 但是我开餐厅卖肉 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只碰过比较多的是 他还在吃肉 结果他在开素食餐厅 因为他是赚钱 赚钱 然后他自己还吃肉 这个也不好解释 吃到你的素食回去拉肚子 怪怪的 所以各位呢 不要喝酒 然后你的脑筋会很好 专注 喝酒有三十六种过失 容易放逸 容易发脾气 鬼神撑 漏财 种种种种 那当然包括 不要抽烟 不要吸毒 所以各位第五条 尽行受 不饮酒 乃至法医院尽味来记 不饮酒的戒律 能吃佛 调查一下 五条全受了 举手 大家给他们随喜 随喜 四条叫多分 三条叫三分 两条叫两分 你收一条叫少分 至少还有一条 好 我们要加一条啊 大乘佛教的重点 吃素 好不好啊 吃素 但吃素不能吃鸡蛋 吃鸡蛋鸭蛋不慈悲 你看那个小母鸡 生下来被剪掉 八九个月 一年多就杀掉 小公鸡 一年要杀死 几十亿的小公鸡 一下来几秒钟就碾成肉酱 为了人类要吃鸡蛋 然后吃鸡蛋 女人的乐视会很痛苦 从小到老都在痛苦 而且皮肤不好 皮肤不好 所以吃素有吃蛋跟没吃蛋 看脸就知道 吃蛋的脸 白白 没发光 纯粹吃素又不吃炭了 亮亮亮亮发光 所以各位不要 如果你要吃素 那就做到不要吃蛋 现在还有人在说不要喝牛奶 更慈悲 那当然没办法 如果饼干有牛奶 我认为那就还可以吃 但是纯粹去拿牛奶来喝 那就不要 除非说这个人生病 病得很厉害 佛陀有制定 比丘生病可以喝牛奶 但是要有感恩的心 这样 但是不要故意把牛奶当饮料来喝 因为那些母牛太可怜了 每一年杀掉的小公牛 两亿五千万 小公牛一下来就把它杀掉 因为人类要这一只母牛的奶 然后一直给它强奸 一直给它生 然后不能 反正就把它杀掉 为了牛奶 所以佛教讲缘起 这个过程呢 让他们很痛苦 所以我们喝牛奶 就很不慈悲 而且这个牛奶 母牛有怨有恨 也没加持 反而容易很多的病 很多的病 所以各位能够做到最好 所以来第六条 学佛慈悲心 因为佛陀讲的 修慈悲心的人不能吃肉 因为你一吃肉呢 断了大悲心的种子 连种子都没有了 不可能修慈悲心 也不可能成佛 特别我们在超度的人 超度的人绝对不能吃肉 因为你要超度孤魂野鬼 超度动物 那你吃鸡肉呢 所有鸡就不敢过来了 超度不了它了 所以我们真正在超度的 今天晚上这边有共修 他们拜八十八佛 我们可能要借东玉殿那边 看看可不可以 去那边做大烟共超度 好不好 如果你要来参加 请你买两包饼干来 素的 一包供养三宝 一包布施给众生 好不好 然后因为今天八观灾 而且特别要把牌位 因为要做掉 我们写了这么多牌位 如果布施的食物不够 不够价 放生八观灾 食物要多啊 就像各位也参加过大蒙山 要摆几百桌啊 这样才可以超度 所以呢 晚上要在那边烧 大家能够买过来 这样最好 好 所以第六条 各位学佛慈悲 修慈悲心 不吃众生肉 所以各位 尽行寿乃至最好发愿 尽味来尽 吃素 那如果你做不到 你自己发给愿 初一十五 好不好啊 好不好 然后如果你可以吃枣灾的 出去外面没办法 那你就吃枣灾 吃枣灾至少 人家说十一点到隔天 吃 不要吃肉 对不对 那下辈子你就比较好 半天做鬼 半天做神 至少还半天快乐 哈哈 这因果很公平的 半天啤啤啤 半天快乐 这样 那叫吃枣灾 好 所以各位 第六条 尽行寿 那是发愿 尽味来尽 不吃肉的戒律 能不能吃 能吃 功德无量 我还要交代一点 人家开素食店 多去给他吃 免得他倒掉 特别小间的生意不好了 慈悲啊 慈悲啊 各位如果你能够开个素食店 那功德太大了 不赚钱 功德更大 初一十五免费 贫穷人免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台湾 这半年送了四十二万个慈悲便当 送去老人院 送给流浪人 跟他结缘 大乘佛教就是结缘 那既然要送给人家 就要做好吃一点 做好吃一点 然后还要送掉一个吐司 那些流浪人说 一个不够 晚餐吃完 明天没得吃 可不可以拿五个便当 拿五个便当 会臭掉 因为他家又没冰箱 他穷啊 就干脆买吐司面包给他 那有些还送他米 你自己煮 然后呢 对方愿意接受 我们的布施好高兴 所以我在这边 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有影响力 就煮一个慈悲布施团 不用很多钱 就是买米啊 煮素食给人家吃啊 还有一种方法 是这边有素食店 那你就告诉他们 初一十五 我们给一百个 两百个免费的 附近的 需要吃的 就来这边拿 那你也不用开嘛 素食店也高兴 他可以赚一点 叫他赚少一点 然后每次他去吃 所以我们在很多区 都这样做 那个区 初一十五两百个 那个区两百个 所以那附近的 穷人初一十五 都有得吃 如果能够做到天天 那是很大的功德嘛 独居老人 但是各位 这个要靠大家 居士发起 你有一个很好的人格 然后组一个祝念团 组一个慈悲施食团 组一个烟共团 大家帮忙 互相帮忙 那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发挥功能 好 刚刚问过了吗 所以再问一次好了 搞不好有多一个 各位 发愿尽行寿乃至尽味来尽 不吃肉 好不好 好 那这样功德很大 然后我们再融入二十五页 来发愿 来回向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轮回 我们就不舍弃他 我想每一个菩萨都是如此 佛 他没有生命停止的一点 成佛了 他的生命就不断的来轮回 叫大轮回 大轮回 轮回变成他的道场 因为轮回里面有众生在受苦 成佛的目的是为了度众生 所以千百亿化身释迦摩的佛 每一个佛菩萨 观世音菩萨也化成百千万亿 叫普门四线 各种形象的观音菩萨 因为他发的愿 只要有众生在苦难 他就永远不离轮回 直到所有众生都脱离苦难 我想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普贤菩萨 众生度尽我愿乃尽 都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菩萨都是这个愿 所以希望大家 也要发这个愿 你要利益众生 那首先当然你要断除你的实心 慢慢的 因为有自私的爱情 就没有平等的大悲心 你特别爱你儿子 你就会特别照顾他 隔壁小孩那么穷 你就一定以你儿子为主的 那真正的菩萨是这样 两个你的儿子跟隔壁的小孩子 都中毒了 特别隔壁小孩子还欺负过你儿子 但是只有两个可以活 你只有一颗药 按照佑菩萨接近做一个菩萨 要把药给敌人的儿子 而不能自私给你儿子 这是非常伟大的 这个叫发愿 发愿自己能够对待敌人的儿子 超过对待你亲生的儿子 这样你才不会自私 所以当然你的儿子为此而死 但是死反而让他升天 因为他是持戒而死 所以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 都牺牲自己 牺牲自己去帮助众生 也因为这样他才可以成佛的 金刚不坏之身 佛陀的身体断头一万次 眼睛百千万亿次 骨髓 这样不断的在布施 他的王位他的金钱 他的太太他的儿女 除了爸爸妈妈不能布施 其他都要布施 因为你不布施 你将来成佛了 来度众生 没人给你度 为什么佛不度无缘众生 所以各位如果你发菩提心 而且真要发菩提心成佛 那你现在要赶快广结善缘 所以我很期望各位 这边鸟很多 我这两天住这边 我的米不够 一直撒 撒到剩下饼干他们还要 因为各种的鸟也来吃 而且底下有很多孤魂野鬼 所以给它做烟供 太阳很大 撒干露 所以从不停止 河里面有这么多鱼 树里面有这么多小鸟 小蚂蚁 佛陀说 喂一只蚂蚁等于读十遍的经典 喂十只蚂蚁等于读了一部三藏经典 那佛陀这样讲 他就说 你一只一只小蚂蚁 你都要帮助它 所以各位 现在可忙了 一些饼干蟹就可以喂了好几百只蚂蚁 一点点水可以布施很多孤魂野鬼 烧一点点烟供 可以帮助百千万亿的可怜的中阴生 鬼道被杀的动物 那再把这个功德融入地狱道 再把这个功德布施给生病的人 那我想要让我们的愿力 直到我们生命停止呼吸那一天 我们都还在利益众生 那如果你有这种无上菩提心呢 那你马上上品上身 让你能够更早赶快 回路说婆化诸有情同灯绝暗成胡上道 你就可以回向说婆世界 教化所有有情众生 一起往生净土一起成佛 这是生命的目的 所以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轮回痛苦 生命的目的就是不要痛苦 要灭苦 但是你个人灭苦还是自私的 因为我们不能舍弃妈妈 舍弃众生就是舍弃母亲 所以每一个佛菩萨 他们都是以众生为主 众生离苦才是他们生命的意义 所以我想各位要以慈悲成为生命的意义 而不是生命长生命短有钱没钱 以人为受 以慈悲为我们的寿命 这辈子死了还可以来慈悲 如果我们资格不够 那我们就往生净土 正的空性不退转再来 来的时候下地狱做恶鬼道 做畜生都没关系 因为你会用各种形象去度众生 所以这个世界有不吃肉的狮子 释迦牟尼佛每次做大猛兽 都是吃水果的 做马 做鹿 做狗 做各种的鱼 做树神都在度众生 所以那正的空性以后 那就可以千百亿视线 那是一种悲心 不是一种欲望 所以菩萨来就不会谈恋爱 不会贪财 不会好色 也不会发脾气 因为他在度众生 他怎么会发脾气 那各位现在就要修行 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 减低自己的欲望 把欲望转为利益众生的愿望 把称慧心转为慈悲心 把自己的聪明转为利益众生的智慧 这个叫修行 这种人格圆满 那我们就成佛了 所以希望我们以这个为发愿 所以受八观在界 就是一天做菩萨 一天做佛陀 尽量的利益众生 除了自己净化自己 没贪嗔痴 没造业 然后呢 用尽各种方法 点灯 供水 诵经 老人关怀 医院关怀 所以各位念一下 来 以医院为道场 以屠宰场为道场 以浑木区为道场 以社会为道场 所以各位要 慈悲心哪里都是道场 去帮助 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特别马来西亚多元种族 老师说马来西亚有时候放生天堂 这么多河 这么多鱼 这么多动物 特别我这一次 昨天跟他们到 到那个水月宫 哇 那边河流很美啊 所以草很多啊 我请他们那个主席说 拜托你救两只羊 两只羊 那边草 两只吃吃草 看起来多美啊 多慈悲啊 最好再加一头水牛啊 水牛还可以进进水啊 我们这十几年 救牛已经超过 各位水起功德 来 两万多只 救牛啊 在斯里兰卡 在印度 在缅甸 在马来西亚 我们有两个护身员 合起来五百多只牛 救二十二只骆驼 救了大概有六百多只的羊 这个听起来很多 事实上很少 被杀的才多 这个世界每年杀的牛 你想想看 没办法算了 上亿的 他们讲七亿 七亿 杀的鸡七百亿 杀的猪十二亿 猪是我们华人的敌人 那华人专门吃猪肉了 所以各位呢 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 我们不能消极说 我不杀生 不吃猪肉 那明明有几头猪要被杀 但是我们救几头算几头 当然救不多啊 但是救几头 你就可以超度所有被杀的猪 就像你是爱狗的人 你就有那个资格 救所有的狗的亡魂 你因为狗知道你爱他 所以我想一种示范性的 但是我们要积极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啊 各位如果钱赚够了 提早退休不要再赚了 赚那么多干嘛 雇用就好 把我们的生命拿来 帮助社会啊 来多研读佛法 读佛法不是天天拜啊拜啊 有些居士把来找课 晚课 拜佛当作是修行 修行是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上 应用在社会上 当然你要有经典做根据 清净善知识听闻佛法 再把这个佛法应用在关怀社会 我们也不能把佛法成为华人的宗教 那其他人都不要来学佛 那不应该 那佛法是一种慈悲 慈悲是超越宗教了 各位可以帮助各种宗教 让对方对你生起好感 他不现在要成为佛教徒 但他对你生起好感 他生生世世就有机会 重的解脱成为三宝弟子 这一次不可能 下辈子有可能 所以各位 尤其在马来西亚 有印度教 有我们国家这边的各种宗教 都我们要对他有悲心 用对方喜欢的去跟他解缘 就像我看到基督教在每个地方 先给你食物 先给你好吃的时候 大家都得度了这样 意思是说 你要满足对方的需要 然后呢 我们不要随便改变别人的宗教 但是留一点善根 好缘分 不舍弃众生 帮助对 再来 那我们十戒了 然后又发这么广大的愿 愿成佛广度众生 那这个功德很大 回向给所有众生 所以佛陀叫劝鼠回向 回向也是一种不失 不为自己